我们在画图和写代码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题目内容分析一下 大家看一下你的分析和我的分析是不是一样 这个题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打车是可以打专车快车 然后任何车都有车牌号和名称 第一句话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给你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我们要实际一个公共的负累 因为任何车都有车牌号和名称嘛 要有一个公共的负累 这个负累里面呢就有车牌号和名称 然后负累下面又有专车快车 就是说专车和快车这两个子类继承于车的负累 不同车的价格不同 快车每公里一元专车每公里两元 就是说我们负累里面有车牌号和名称 但是两个子类里面呢分别有自己的属性 就是这个价格一个是一元一个是两元 前两句话呢就是一个负累 然后下面派生出两个子类 负累里面有车牌号和名称 子类里面呢有不同的价格 这是这个车的一些信息 然后是行程开始时显示车辆信息 行程结束时怎么怎么样 大家想一下这个行程和车有什么关系 你快车可以打了出发 专车也可以打了出发 也就是说行程和车有关联关系 但是行程和快车也没有关联关系 行程和专车也没有关联关系 行程这个东西 它是和车的负累有关联关系的 并不是说和某一个车有关联关系的 这里呢就是相当于 涉及到我们在设计原则里面说的是 依赖于抽象变成 而不是依赖于具体变成 就是行程我要和车有关系 我不管是什么什么车 无论什么车它都有适量信息吧 无论什么车它都可以计算出金额来 因为我们这个行程的里程都已经定了 是五公里 所以说我们上面有一个负累车 还有两个子类 专车和快车 分备不同的价格 然后我们还要再去建一个行程的一个类 行程的这个类呢 里面要引用一个车的一个属性 我们通过车的属性呢 就能得出车的信息 车白方法名称 然后可以得出车的这个单价 通过单价乘以五公里呢 就得出这个车的整个的这个价格 大家想一下 这个金额应该是属于车的 还是应该是属于行程的 对吧 应该是属于行程的 只有行程才有金额 你哪怕一半两个车放那 你不开或者你不打 它也是不需要你花钱的 好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呢 我们就画出月面类图 这是我们画的图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说了 我们需要一个负累一个车 里面有一个车牌号 然后呢 有一个名称 然后下面是两个子类 两个子类 一个是快车 一个是专车 然后他们都有价格 因为价格不一样 所以这个价格呢 就不能放在这个负累中了 我们再去建一个行程的一个类 行程它要有一个车的属性 我们要依赖于抽象变成 而不是依赖于具体变成 所以抽象就是这个负累 然后我们这有个STAT 有个END 我们执行STAT那种显示车辆信息 车辆信息就是车牌号号名称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卡的这个属性去获取 然后执行END的时候呢 我们要显示金额 因为每一个车它下面也都有price 也都有金额 虽然说可能快车专车不一样 好 然后金额乘以我们简定好了 我们行程了5公里 价格乘以5公里 就能得出最后的金额 好 这个图也比较简单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来大家去画一下这个图 大家跟我一块画 我们进入这个process on的这个网站 我们这儿新建了一个UML的这个力图 然后 我们先把这个车的负累建了 放大一下 我们需要建一个车的负累 然后车都有什么属性呢 它有一个number 就是车牌号的属性 车牌号的属性 我们就假定是这个数字的吧 因为车辆的车牌号一般都是自不算的 比如说经A什么什么什么 经B什么什么 经C什么 经C好像不常见 经K我经A什么 但是我们这样的就假定是数字的 我们就不做那么复杂了 然后内部 车辆的名称 车辆的名称 肯定是个字不串的 好 下面这个不要 这是整个车的负累 车它没有方法 只有两个属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去建两个子类 一个是快车 一个是专车 不管快车和专车呢 它都有一个价格 价格我们也写成number的类型 就是我们的负累里面都有车辆号和名称 子类里面呢 不同的子类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价格要放在子类中 注意这个类的首字母要大写 接下来呢 是一个继承的一个关系 继承是这个箭头 好 这样就画完这个车了 画完车之后呢 我们再需要画一个形成 我们加一个形成的类 形成呢 它肯定是有一个车的一个属性的 因为没有车 你怎么有形成 好 有车的属性呢 我们肯定要这儿加一个关联关系 它要关联上车 关联关系呢 这个箭头是个实性的 形成可以什么 根据我们的需求 形成可以开始 形成呢 也可以结束 开始的时候怎么样 结束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是在代码中 我们就可以去写了 通过这个图一换呢 其实就是你可以对应着 我们之前列的那几条需求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设计就能满足到现在这个需求 好 那我们把图画完之后呢 我们接着把代码看一下 根据我们的图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的视频 一边看着你自己画的图 根据我图的内容呢 我们把代码简单过一下 首先我们有一个车的一个复类 它有一个number和name 这是在图的函数里面有的 然后快车专车这两个呢 分别继承字这个车 继承的时候我们说过要写个super 把这个属性传进去 然后这个price呢 我们快车射程一 专程射程二 好 这就是这个车的子类和负类 然后形成 形成里面呢 我们在出示化的时候要写一个车进去 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我this.card name 和this.card price来 这个里面应该写错了 应该是this.card number 插牌号 大家自己写的时候这改过来 然后end的时候呢 就是显示形成的这个金额和价格 然后this.card price乘以5 因为我们假定是5公里 这样就显示出来了 OK 那我们做个测试 就下面这个代码 我们可以new一个快车 然后new快车的这个车败号 我们给它写成个100 然后三小大 然后trip new一个trip 然后把这个车传进去 然后trip点start trip点end 这样就完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代码 简单演示一下 还是之前的环境 我们在这儿呢 那么把之前代码都清空 我们来根据之前的代码演示 我们简单写一下 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写 当然你如果感觉自己比较熟 你就快进来看一下就行了 constructor number name list your number 复制成number list your name 复制成name OK 这是加个注释 车 车 fuller 然后下面是快车 继承的这个车 然后他也需要number和name 在这儿什么呢 我们能够super把这个number和name传给他的复类 然后list your price 设成1 然后list your price 设成1 这都一样也是需要number和name 然后super number number name 这是价格不一样 好 这就是子这个符里都已经写完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写这个形成 形成什么呢 constructor我们需要传入一个车的一个属性 好 形成 还有什么 还有开始和 结束 开始的时候显示车辆信息 形成开始 名称 名称是什么呢 名称就是 list.car.name 好 车牌号 车牌号是list.car.number 好 这是开始 结束呢 我们显示一下金额 形成结束 金额 金额 从我们直接算 金额就是list.car.price 乘以5公里 因为我们这儿 简单是5公里 好 我们再做一下测试 我们就是以快车为例吧 然后100 Santa那 Santa那的快车比较多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 定一个行程 把车传进去 行程开始 行程结束 好 我们这样就写完了 比较简单对不对 保存一下 然后到控制台里面 我们去运行 npm run 第一位 稍微等一下 这个地方呢 有点错误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这儿 extend 写错了 保存 好 保存呢 我们放大一下 这个控制台 我们刷新一下 好 大家看 行程开始 明天的Santa那 车牌号100 行程结束 价格是5元 好 那其实我们这儿呢 是使用的快车 如果使用专程呢 你这样改一下就行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整体回顾一下 这个题目和这个 最终的结果 题目其实不是很麻烦 然后最终的结果呢 也不是很麻烦 我觉得如果是你做不出来 这个题目的话 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 你没有明白 它这个题目 所表达的内容 它这个题目 所要考察的内容呢 就是面向对象 继承 还有呢 就是这个设计抽象能力 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车 和这个行程 单独的分开 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 它是不同的class 然后他们之间呢 是一种相互引用的关系 这样的话 你如果明白 这两点的话 包括你明白了 这个ES6 这样使用的一个语法 那这个题 你基本上就能答对 可能有个同学 UML类图 可能画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题目呢 我觉得 面证观考察的问题点呢 就是主要80%在代码 就是你如果能把代码 给写明白 如果UML类图 画的不是那么好的话 我觉得也能过关 OK 这就是第一题 讲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呢 再去讲第二题 第二题比第一题要复杂一些 我会认识的 他会认识的 我会认识的